我們先做鬆餅吧 沒錯… 第一步是怎樣做 我將所有粉類放進去 這裡也有牛油 牛油要從冰箱拿出來才用 因為要令牛油在這麼冷的狀態 拌勻一些粉 如果牛油熱的時候拌勻 麵粉會讓它煮熟 質地不像很沾沾 趁它冷的時候,最好連麵粉也冷 麵粉也冷? 對 要怎樣把雪櫃放進去? 對… 在猜拌的時候有甚麼技巧 我的手勢應該是怎樣 儘量把兩個壓平去搓 壓平 壓平 對,就會令它的接觸面更多 你可以用手多捏幾下牛油 令它更容易拌勻麵粉 你感覺到它 這樣吧 對,你盡量捏到它… 開始沒有太大顆了 麵粉會變成少許黃色 而且牛油已經很小顆 就可以慢慢加牛奶去搓勻 但既然你說到溫度… 即是保持低溫度那麼重要 反而是否要快點完成這個步驟 如果我沒有冷藏牛油和麵粉 真的要很快 現在冷藏了,可以爭取5至10分鐘 可以自己慢慢摸摸和玩耍 對,如果平時你說 不,我沒有時間去雪麵粉 亦牛油不夠冷 那你就要下機了 因為盡量不要碰到人手 因為人的體溫會令它溶得很快 變成你撈出來的質地 會一粒一粒不漂亮 如果真的要冷藏,要冷藏多久 其實至少要冷藏半小時 現在是怎樣 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你看到 大顆已經變得很小顆 對…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牛奶 最初加牛奶沒有很多液體 所以它還是很乾身 對… 即是散開的 對… 然後再來 放這邊 對 開始應該會有一點黏的感覺 突然有一包濕了 有點重量… 開始人們會覺得 這個狀態很噁心,我不想做 但其實薑膏最後完成 剛好是有點黏手 會否怎樣搓… 搓過籠 因為搓過籠有時會有筋性 對,因為這次我們用低筋和高筋麵粉 其實這個麵粉加上中筋麵粉 用中筋麵粉也有機會搓起筋 首先要怎樣令起筋 首先要知道它過度地搓 對 例如下桌子 像搓麵包一樣搓爛它 然後再黏起來 起筋就會形成… 例如焗出來會很硬 或為何鬆餅不彈起 這種情況 但我們用這麼小的份量 人手攪拌在5至10分鐘 你完成整個過程就可以了 好 現在變成麵團 就可以加上溫酒提子 這是我自己浸的 其實家裡也可以浸這些提子 家裡也做到嗎 可以,你買些提子缸回來 然後買一瓶溫酒,找個瓶子 簡單一點是現成的 現成的就是很少浸的溫酒提子 不過很香 現在我繼續搓了嗎 對,儘量把提子複汁之後 捏起來就可以了 我們就放在盤上 幫忙… 好 要貼上整個… 也不怕,我待會先幫你按兩下 好,謝謝 謝謝 麵團要冷藏多久 我大概冷藏一個小時 但平時我會叫人們放在冰箱裡 可以保存兩個星期 隨時可以拿出來,切開它 然後馬上烤,馬上吃 有新鮮的薯片吃 在那裡冷藏,我們可以做其他東西 可以 果醬你也很招職,要自己做 對,我們還要做一天 裡面有甚麼東西 裡面有士多啤梨和荔枝 其實煮果醬 最重要是做一天,我們放進冰箱裡 冰了過夜後,你會發覺 它的質感會有點不同 昨天我們一滴水也沒有下過 其實這些就是糖分 令水果中的果酸逼出 變成果膠 待會我們一煮就很容易起到膠 對,我們先開火 要開火 我們要甚麼火 其實如果用明火,用中火是最好的 我用電磁爐大概用5至6度 就可以了 煮醬汁,前、中、後也不要走開 因為它可能會隨時… 有機會燒焦了一個位置 如果有一點燒焦 你會想不走,不用煮 但其實不是的 醬汁一煮,整碗都會燒焦 你發覺煮沸後,會發現浮了很多泡沫 有白色的泡沫 對 那些就是骯髒的,不好的食材 你不想做出來的醬汁 有那麼多層白色的層面 就要拔走這些泡沫 如果我自己喜歡 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最後的階段就會加一些新鮮的果酸 我會在這個時候加一些 Rosemary或是燙草 令它味道更好 我剛才說有一個小秘訣 如何嘗試到它的質地 我們會放一個小不手鋼的碟子 最好是不手鋼 為甚麼呢?全熱和全冷都比較快 我先放了不手鋼碟在冰箱上 現在我們放一、兩滴進去 然後再放進冰箱 大概等三、四分鐘 看看它會形成固 如果形成固,就可以完成了 好,現在我們放在雪櫃 三至四分鐘左右 其實怎樣嘗試它行不行 我們就在這裡畫一條線 那條線沒有立即連起來 證明它已經夠張力 冷的時候就可以黏結一點 但如果你說不是 對,有時候我想醬汁更加稠 可以再煮,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嘗試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這個質地不錯 如果我不喜歡那麼多果粒 我可以用冰箱冰箱一點 但我比較喜歡圓粒,我就不攪拌 最後加了玫瑰水 為甚麼是最後加了 因為很快揮發 這個也是自己因而而而可以加多一點 最後用小火 多煮兩、三分鐘就可以入瓶了 加了玫瑰水,又有另一番味道 對 好,現在我們冷藏了一小時 之後拿出來切 切完後就要掃蛋汁 但我們先開焗爐 預熱可能約180度左右 焗的時候可能拉10度才要焗 要預熱多久 我想至少10至15分鐘 家裡的爐比較慢 現在我用這個可能開六件 而且這個可以不用一次焗 可以保存在雪櫃 可以放兩個星期 一定要冰箱 好,現在這個是淨蛋黃 只是掃表面 因為它會膨脹 如果掃了,它會影響到發氣 好,我現在這個狀態 預熱了焗爐,就可以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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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煮好的醬汁 我們還可以用來煮甚麼 除了吃醬汁外,我們可以煮飲品 這道醬汁,可能先放兩斤 因為現在還很流質 其實它冷藏就會變得濃稠 我們也可以放進瓶裡 等待下次再拿來吃 然後可以放一些水果 調製自己的飲品 好,再加檸檬,最後加薄荷葉 這是梳打水 很冬天 沒錯 最後加薄荷葉 對,在面上浮一下 好,這樣… 這杯東西真是很漂亮 立即要打卡 好,我們拿去一邊 一間拿來打卡 我們先配薄荷葉 好 薄荷葉真的要… 趁熱吃的 我先吃一口 你會吃自己煮的菜吧 我會… 那你會在家裡招呼朋友吃嗎 多數帶出去給他們吃 野餐? 我希望… 我覺得精髓就是… 首先要自己煮 還要連果醬也要自己調配 新鮮吃的外表一定會很脆 但裡面會很軟 很軟 這個真的是鬆餅,不是寫實實 是離譜地好吃,很軟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薄荷葉 我會去一些… 即是所謂的高級酒店 大家也吃過一些茶碟 但我只會去叫薄荷葉吃 這個真的吃到是外脆來源 最初大家還說鬆餅是鬆的 我還想,鬆餅為何鬆的 多一點也會比較硬 不是我們想像中吃鬆糕或蛋糕 但這個真的吃到的感覺 而且這個果醬不只是甜味 是有新鮮的果香味 我覺得荔枝、佩士多啤梨 是很好吃的 現在有當作 很感動 對 也吃到的 在小片 就不是要留意 出品 可以 多放進去 加州 在小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